台湾县政府查出南桥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疑似有将工业用油混入食品用油来贩售 而目前检调室与卫生单位 已经掌握了牛油、椰子油 以及棕榈和人油的流向有疑虑 而厂内的问题原油、油槽 以及相关的产品也已经全数封存 自30批牛油是由澳洲驻台北办事处 开的一个证明文件 五件就是一张 那其他的25件有25张 是菲律宾农业部防检局所开出来的 这个证明文件因为是紧急之间收到的 那么我们现在要确认它的真实性 我们现在还是要争取时间 那么要去外馆做一个查证 对于这些内容的真实性的部分 那么在对于它油品的部分呢 因为在常理的部分 桃园县政府卫生局已经在处理了 那么由他们决定这些内容 至于预防性下架的部分 就用台北市来做处理跟判定 对于南桥涉入混油 怡云卫福部食药署代理署长江玉梅表示 对于有疑虑的油品 会尽速请国贸局和外交部来确认文件真实性 而食药署也会尽速地来清查油品是否有问题 而在今天下午南桥董事长陈飞龙就出面来澄清 强调是五批进口的牛油申报手续错误 把项目写成了工业用油 而他也强调南桥食用油的原料 产品绝对是安全无虞 也已经向澳洲供应厂商以及官方要求补偿这个相关的文件 并进行这个补件 而目前食药署是表示已经收到相关补件证明 但真实性有待查验